大家好,我是小沈 注意看,男生小飞回到家喊道 妈,我回来了 母亲见着儿子,赶紧站起来跟儿子说道 儿子,房款钱妈给你准备好了 儿子看着房子钱有多落了 开心的笑了,母亲继续说道 这钱是妈多年的积蓄 要是不够再管亲属借点 阿飞说道,够了妈,我一会就去交房款去 母亲高兴的说道 儿子你马上结婚了,你买完房子之后给妈留个房间 妈给你去带带孩子 阿飞答应道,好的妈,我会给你留个房间 我先走了,母亲欣慰的点点头 这天母亲在家里收拾好自己衣服 准备去儿子家住一住 临走前她自言自语道 儿子今天交房子,这么一走还有点省 说着走出了自己家门 来到了儿子城里的新房子 刚进小区,母亲望着周围环境自言自语道 这小区环境真不错啊 然后母亲手上了楼,敲开了儿子家的门 开门的是儿媳妇的母亲 她说道,哎呀,亲家不来了 阿飞的母亲点点头示意 这时儿媳妇小鱼问道自己的孩子 说道,妈谁呀 小鱼妈妈回答道,你婆婆来了 小鱼没什么好气的答应你一声 哦,小鱼这时走过来 跟自己的母亲说道,妈父母我给你收拾完了 还有个客房给你 小鱼母亲满意的点头 婆婆听到房间已经全被安排好 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心里些许也些难受了 小鱼这时候问到婆婆,妈,你有事吗 婆婆说道,妈没事 进程买点东西顺便看看 那我就走了,说着连门都没 掉头就往楼下走去 亲家母也随后关上了门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吧 妈,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你干嘛去了 给岳母和小鱼盯了张床 她俩以后就在这住了 啊,好 走妈,我带你上楼看看鞋房子 妈,进去 把鞋脱了 哎呀,臭死了 别坐了 以后过来想要先把脚洗了 哎呀,媳妇你别说了 妈,你今晚别走了 就住客房吧 好好 说什么呢 客房今晚有人住了 我小鱼一会儿过来不方便 我不住了 我看看房子就走 妈,进去看看房子 看房子是啥呀 哎,干啥呢 哎,干啥呢 我看看房子就走 我看看房子是啥呀 妈,进去看看房子是啥呀 哎,干啥呢 你卖点烫,那就都挺贵的 行,我不摸了 老公签字 签什么字 房产证的手续 加上我妈和我小弟的名 儿媳妇 这房子你妈和你小弟 一共拿了多少钱呢 讲上她的名字 妈 您说什么呢 我们家的事不劳您费气了 房子是我买的 明天好意思说 明天你儿子买房不是应该的吗 我呀,就乐意在房子证上 把我妈和我小弟的名写上 我开心 你 我 妈,妈 不讲理,老公,真的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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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好的 大姨 郭吉强把钱给你送过来 对不起 好了 我有钱了 这么好的一事 得跟我人分享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 儿媳妇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能有啥好事啊 姐 一会儿给我拿点钱 我要买台车 行 老弟 一会儿姐给你钱 啥事啊 啊 没事了 儿媳妇能不能给我两块钱 我回住公交车 我可没有两块钱 你看我连兜都没有 那你弟弟买车咋有钱呢 那可是我亲弟弟 对了 姐 再给我拿一千块钱 咱家狗粮都没了 行 老弟 床头包里有 你自己拿去 好嘞姐 而且爸 我还不如一条狗的待遇呢 哎呦 你想什么呢 那狗可是进口的 那狗还会叫凉声呢 你看你 有什么用啊 来的也是累赘 你 你说什么呢 哎呦 你想什么呢 那狗可是进口的 那狗还会叫凉声呢 你看你 有什么用啊 来的也是累赘 好 儿媳妇我走 这个老婆死了 姐姐 你看 这家跑这东西给三百八 我们家可没人运 这地方好像是去过 但是有点想不起来了 在哪去过呢 哎 我想起来了 姐姐 你瞎诈我什么呀 哎 你看 这不挤头甲吗 什么 哎 的确是他娘啊 啊 你看这门 姐 你现在可是三百八年儿媳妇啊 哎 刚才就不应该免费老东 什么老东 应该是老主动啊 我现在就去追 你快去快去 妈 你赶紧出来揭露婆婆 有人那我能别的 严谨沈严 哎妈 你别吵着 咱现在可是百万富了 谁呢 李姨 等一下 有事啊 我姐找你呢 家里东西安排好了 你姐 他啥意思啊 孝顺婆婆是应该的 刚才我姐姐也犯胡说了 啊 那好吧 来了 看我怎么慌 儿媳妇给婆婆起来了 哎妈 你这鞋怎么还脏呢 儿媳妇你这是干嘛 快起来 妈 你瞧您说的 您说啥呢 您生我老公的妈就是我的妈 来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干嘛呢 打我 一点眼力见没有 没见过婆婆来的 啊 行 我这就走 儿媳妇我渴了 哎呀 瞧我这哪的 妈的婆婆倒满水 哎 我可是你妈呀 哎 这可是我婆婆 你是我妈呀咋的 不到水赶紧我滚蛋 你 你姐是不是有病呢 妈 你可不知道 我姐婆婆现在可可有钱了 咱得好好吃肉吃肉的 那也不用这么下见吧 妈 那可是300万呢 人家说贵的就给咱 说贵的那啥也没有 妈 咱先把钱搞到手 然后你看我怎么做 姐 你可得想办法啊 我有的是搞点 儿媳妇怎么变了呢 可能知道我300万的事 妈 你这么远 这谁长得这么业 你不怕烫着我呀 妈 我错了 我马上去换 好 回来 来 这个温温水 妈 您泼得真好 我正打算洗脸呢 儿媳妇那隔绩真大呀 真能拧呢 妈 您说啥呢 我是儿媳妇 您说什么都是这个 你也能那麼做呢 咋的親戚魔不服氣啊 那我這就走 您說什麼呢 這是我婆婆買的房子 你憑什麼住這啊 趕緊我滾蛋 我可是你媽呀 你什麼主動也不行 趕緊我滾 婆婆你還滿意嗎 滿意滿意 姐姐 姐差不多了 趕緊讓她欠這個300萬 那你媽媽得轉上合同嗎 好的老弟我知道 兒媳婦這房子我挺喜歡的 要不嫌你過戶給我吧 啊 不願意呀 那算了 那我走了 媽你別這樣你先坐 我回去想要山頓完了再說啊 姐咱這房子不能過戶給他呀 給他咱住哪呀 你傻呀 這老太的東西要給300萬 這300萬到來手裡買多少套 對姐咱就這麼辦 咱剛得把錢給弄到勢 好了老弟你回戶等下好消息啊 我們決定了 這房子啊 就是落你們家 我剛想了 這房子是你們的 我還是回家了 媽你要這麼說我生氣了 這房子是你買的就是你的 就是房子就是你買的 馬上破戶 就是房子就是你買的馬上破戶 就是房子就是你買的馬上破戶 就這樣吧我累了 幫我送你去休息 為什麼這房子變 inheritance 我不能帶錢 這房子妳 Lazar 認為要把走 我找到這房子 你是在房子嗎 不是 我只知道 現在 把借人還清 什麽 怎麼能不能走 你 诶 妈 这就是陈寧买下来的钱吗 我先给你保管着啊 儿子 儿子 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 把冬天的钱全拿走了 你干嘛打我一个窩囊飞 长能耐了你啊 这是我妈一辈子一家老街 你还要独吞你还是不是人呢 赶快从这家给我滚 咱们离婚吧 月儿明 风儿清 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里 你干嘛 再跟着你一样 我们下期再见